根据CDC联邦疾病控制预防中心最新的报告 Lumber Liquidator出售的中国制压层木地板可能致癌的风险 比先前预估的高出两倍 另外CDC也发现导致子宫颈牙的乳涂病毒 可以透过施打预防针来有效的防治 CDC承认之前因为计算上的错误 没有把英尺换成公尺 导致低估了中国制压层木地板的致癌风险 先前是预估这些含有超标甲醛的地板 10万人中可能造成2到9人离癌 不过现在数字是上调到了每10万人中 可能造成6到30人离癌 另外还要带你来看CDC经过6年的研究证实 施打乳涂病毒预防针可以来降低罹患子宫颈癌的几率 研究报告指出少女感染乳涂病毒的比例 从11.5%降到4.3% 至于20岁到24岁的女性感染比例 从18.5%降到12.1% 医生强调透过青少年男女全面性的施打预防针 将有助于降低女性透过性行为感染病毒 进而减少罹患子宫颈癌的机会